游览车车头撞上前方柱子 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车内情况惨不忍睹 幸好车上乘客都只受到轻伤 第一时间已经送医 不过司机怎么开车的 竟然把车撞成这副模样 这小二哥 闪红灯左转 然后我执行 为了闪避它 然后撞到这个 15号中午12点多 带了27名路客的游览车 离开博物馆 要前往华联火车站时 差点撞上前方小轿车 司机想要闪避 但是下雨天视线不佳 不小心撞上前方地标 同样因为大雨酿祸的 还有这一件 救护车赶到现场 车身翻覆行李散落一地 上午11点多 一辆小轿车 行经投机施工弯道时 地板太过湿滑 整台车打滑撞上 另一台乡型休旅车 造成四名印尼籍旅客 受伤送医 车也遭到回损 不过车被撞烂的事故 可不止这一桩 银色小轿车 硬生生撞上旁边山壁 左边车身整个凹陷 车头灯和挡风玻璃 全部碎裂 原来快12点多 供辽也发生擦撞车祸 一辆拖板车 行经抬二线 要往内方方向 想要超车 却不慎撞上前方小轿车 害得小轿车撞上山壁 车上三名伤者 骨折送医 全台连续豪雨不断 车祸状况也层出不穷 看来大雨天开车上路 可得更加小心 记得综合报道